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,我是老杨,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的话,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,请一定记着点个赞,并且订阅啊,谢谢你的支持。 今天呢,我想给大家讲一讲,咱们汉字文化圈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,清明节,又称他清节,行清节,或者祭祖节等。 另外,就这个祭祖而言,清明节也是中华传统节日里的祭祖的四大节日之一。 每年的阳历四月四日或者五号啊,太阳到达了黄金十五度的时候呢,节旗而清明,所以说我们叫清明。 首先咱们看看清明节的起源,相传在春秋时期啊,进过的公子虫儿流亡到国外,最后没有吃的了。 其中呢,一个随臣叫戒指推,又叫戒子推,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了一块肉,煮了一锅肉汤,让这个虫儿呢喝了。 虫儿当时感激万分啊,十九年以后啊,虫儿回到了他自己的国家,做了国军,重赏了当初陪伴他流亡的公臣,唯独忘了这个戒指推。 戒指推啊,也不邀功,后来带着他的母亲悄悄的隐居去了。 后来靖文公醒悟了以后了,他亲自去请戒指推,然而戒指推呢,已经立家去了缅山。 有人献祭说从三面火烧缅山,逼出戒指推,结果戒指推没有出来,戒指推背着老母,在一棵老刘树下面被火火的烧死了,母子戒王。 后来靖文公啊,为了纪念戒指推,下令将戒指推的戒日,也就是他死的那一天,定为寒时节。 寒时节呢,主要习俗为扫墓,塌清静火,不允许煮食,只能吃冷食。 所以说呢,因此而道明。 传统的韩式节与清明节呢,相聚非常非常近。 所以说为了方便起来,从唐代开始的时候呢,韩式节清明节就并称为一个节日。 清明节与传统的这个端午节,春节还有中秋节,并称为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。 清明的四季族呢,也流行于白族、苗族、蒙古族、纳基族等少数民族。 另外在越南、韩国、日本的琉球等地,清明节呢,也是非常重要的节日。 所以说实际上它不局限在大陆,在中华文化圈里都是这样。 尽管清明节的文化呢,大同小异,但不同地区的风俗呢,也并不完全相同。 例如在山西大部分地区呢,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过韩式节。 余舍县等地是在清明节的前两天过韩式节。 那稍微有点不同啊。 另外呢,恒曲县还讲究清明节的前一天为韩式节。 那么前两天呢,它叫小韩式。 南台湾部分地区呢,韩国到目前为止仍然举行着韩式节。 由于中国广大的地区都有清明节附近呢,进行扫墓、祭族、郊游的习俗。 逐渐演变为这个击败等形式纪念祖先的一种中华传统的节日。 一般是在公元4月5号前后,并不是说一定在这一天呢。 清明节呢,原是指春分后15天就清明节。 但民间的节期呢,实际上很长。 清明节有前半个月后半个月都属于这个扫墓的日子。 今年呢是2021年4月4号到19号这段时间扫墓都是可以的。 另外呢,中华民国呢,把4月5日曾经定为民族扫墓节。 如果我们谈起扫墓的启然呢,据传说呢,古代的帝王江巷都有这种习俗。 后来民间呢,也向效仿。 在这个清明节呢,去击败坟墓。 清明时节上坟呢,最大的特点就是铲除这个坟头的杂草啊。 用新土将坟堆加高、加固。 习惯了我们叫的修阴仔。 表现了这个儿孙对先人的爱思。 也是表达儿孙对先祖的怀念、感恩、孝顺的一种方式。 实际上呢,对于过世的人来讲呢,最好的这个祭拜呢,就是让活着的人呢,过得更幸福。 因此呢,从古至今呢,清明节不单纯是一个扫墓祭祖,寒时熄火的这种日子。 另外还有呢,非常丰富的内容,包括人们可以在海边的散步, 这个插柳带柳,春游塌青,枝树采花,去居拔河,还有斗鸡,放风筝,还有人荡秋千, 赠花旦,吃春卷,吃青团,还有青草柯,红厚等等等等的。 实际上不同地方的风俗不一样,但是不知识于祭拜。 清明呢,另外呢,也是这个青年男女的这个谈情说爱的季节。 陕西呢,有个结局啊,叫清明细雨催人哀, 摸摸翻头野花开,手端尽品,肩扛巧,都是仙坟上土来。 实际上呢,他就是描述了清明节呢,人们上坟的那种行为和那种心情。 另外,大同平遥呢,等地,这个妇女们要在大门外放声大哭, 叫柯村矮生连一片,传入耳中斗士碑啊。 这也是描述了当时的那种情况。 另外呢,当地习惯白天上坟,晚上呢,在家中粉烧这个冥墙了,冥毙了,也有些法事。 陕西南部多数地方上坟的时候,他不烧香的,也不画纸。 将白色的木纸呢,就挂在坟头。 所以说呢,有诗歌说,清明坟头一片白。 所以说他呢,不把他烧掉。 在晋西北的河渠等地呢,旧俗上坟,他要带酒窑。 禁毙的祖先,便在坟地里饮食。 一遇呢,与仙人共饮共食。 另外,清明坟呢,晋南地区民间呢,要蒸大馍。 中间家有核桃,红枣,豆子之类。 称为子福。 取义子孙多福,全凭祖宗保佑。 还有闽南的习俗,通常扫墓呢,除了这种献香,蜡烛,纸钱,烧酒,喧花之外。 但是他不设供品。 为什么?他只有在心坟的时候,或者心脏的时候,或者家族成员熔登金榜,或者考上知名大学了,有人结婚生子了,他才叫陪墓。 但是陪墓呢,有一点呢,他要设置这种生理啦,落饼啦,等等。 但是呢,有一点,他一旦陪墓一次,就要一连陪墓三年。 有一点呢,大家要注意,一般长辈不扫晚辈的坟墓。 也有长辈呢,只扫墓,除草。 随意呢,撒上一些墓纸啦,并些插上香了。 然后呢,粉勺明纸,就离去了。 一般呢,长辈不给晚辈设供品,更不可以坐一礼拜等等。 但是如果呢,同行的人,就是一起去的人呢,有辈分比较低的。 长辈呢,可以站在一边关里。 请这个辈分交低的人向死者上香、设供、坐一或者扣手。 你可能知道呢,有一些有关清明节的非常著名的古典诗词。 这上面这首诗呢,是宋朝的高主清明。 他讲呢,南北山头多木田,清明寄扫各粉燃。 指挥飞坐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。 日落虎利免宗上,夜归儿女笑灯前。 人生有酒续当醉,一滴何曾盗酒泉。 另外,这首词呢,大家可能非常熟悉,也就是唐朝的多木。 它的清明呢,流传的比较广。 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 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瑶指杏花村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, 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。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 好久不见你到我! 是宝蛇芽。 应该不妙是可爱。 我建讯。 不怎么动。 你已经許损了这种? 我不敢当年感觉。 我的光是不足逸多一点。 我建讯的。